爱情是什么?爱情无疑是一种美好的倾诉 有人爱得发疯,有人爱得痴缠 有人爱得刻苦铭心 有人认为爱是性,是婚姻 是清晨六点钟的吻,是一堆孩子 也许真的是这样的 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 如果真的爱一个人,会爱得发疯 真正爱情有九种境界,你了解吗? 第一种表现,在爱的世界里早已不计得失 想把最好的都给他 只要自己能给的,都想捧着送到他面前 第二种表现,好想把对方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脑海中一直憧憬着属于你们的未来 以身相许,都不足以表达自己的爱意 第三种表现,无时无刻地和他粘在一起 永不分离,如果可以 真想变成对方身上的一寸肌肤 第四种表现,会像个疯子一样 总想着对方爱不爱自己 整天疑神疑鬼,因为深爱所以害怕伤害 第五种表现,总是迫不及待地让对方融入自己的圈子 同时也融入对方的圈子 确定关系后,巴不得马上公主于世 第六种表现,爱无及物 对方想做的事,即使自己不太喜欢 也会陪在他身边,愿意变成对方喜欢的样子 第七种,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出对方的笑容 才分开就开始想念 他的模样早已经深深地磕在你的心中 第八种表现,满脑子都是对方的点点滴滴 为他喜,为他忧 他的一句情话能让你开心一整天 第九种表现,见不得他和其他异性走得近 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 总是不自觉地拿自己和他的前任或异性朋友做比较 从心里喜欢上一个人,用心去体会 真正的爱上一个人,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耐心 闭上眼睛就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唯美温柔 想象那种亲密的感觉 喜欢一个人的感觉真是太好了